大家好,今天要開箱的是Dermotech的Tower 200 機殼 這是今年Computex發表的機殼 主打在Mini-ITX機殼內 能安裝RTX4090的顯示卡和標準的ATX電源 除了最早發售的黑色跟白色版本 現在還有松石綠、金屬綠、摩擦綠也正式開賣 或許有些玩家對Tower系列的機殼並不陌生 要約從2016年率先推出過的Tower 900 升軌 去年替系列增加中型的Tower 500 以及Mini新的Tower 100 產品線 如果說的Tower 500 是Tower 900 升軌的瘦身版 那這次新推出的Tower 200 就是Tower 100 的加大進階空間的版本 讓Mini機殼的相容已經更好了 簡單做個懶人的機殼尺寸教學 簡單來說就是看數字 數字越大能支援的主體版的尺寸也越大 機殼的內部空間跟機殼的分體也越大 很好記吧 這裡簡單列出這兩年推出的產品的尺寸 給大家做比較 這系列的機殼最重要的扛量點在於高度 這直接影響到安裝顯卡的長度 透視系列的設計有別於一般的塔形機殼 內部可以直接面對你 讓你可以更好看到它的零品件 就讓我們再來看看它的特別之處吧 這個節目是 我會送給大家的支持者的提供 藥越是個老牌子 1999年成立 它現在的總部位於台北的內湖 並於2007年12月掛牌上市 藥越一開始主要是生產處理器的散熱產品 所以使用Thermotech作為英文的品牌名稱 他們的第一個產品是 沃倫式散熱器 Golden Hope 他們的logo也是用類似於太陽化的概念去設計 這幾年有挺多產品是用TT Premium這個logo 我個人是覺得這個logo更簡單更好看 在2009年 藥越科技創建了時尚品牌LUSA2 主打的是行動裝置的配件 2010年進入了電競市場 創建了TT eSport 同時也成立贊助藥越太陽城等職業電競隊伍 算是相當早就經營電競產業的 除了理想這些產品 這幾年他們也很注重記憶體跟電競營 他們記憶體的外型就是利用他們新的logo來做設計的 他們的真瓶電競椅Argent E700就是找Studio FA Porsche來設計 外型相當特殊 我有查了一下 這間設計公司是寶石街創辦人的孫子創立的 Bosch Design是他們自己設計來販賣的品牌 幫其他知名公司設計的產品就會使用Studio FA Porsche 另外我也要提一下Level 10這個系列 這是紀念10周年的產品系列 當時是有找B&W Designworks來設計 當時我也是有買這支Level 10的花束 由於產品的底部是方形的 所以外盒也是長條繩的 它使用的是彩盒 而且還是跟產品一樣的綠色 彩盒就很跳脫以往的傳統 也更有一般居家產品的風格 前面是一張產品的實體裝機罩 跟產品名稱顏色抹茶綠 側面的話是產品的規格 後面跟前面一樣是產品的照片 另外一面的話就是安規跟虛號 它的鏡重來到7.7公斤 拿出的Tower 200 正面的玻璃面板能直接看到內部的零組件是一大亮點 方正的外型加上抹茶綠的配色 對比常見的機殼 底卻很不一樣 底部的TT要約Logo的下面 為電源跟內部的分割線 周圍都是大面積的散熱網口 IO面板位於玻璃面板上方 有開機跟Reset鍵 旁邊有獨立的麥克風跟3.5mm的耳機口 另外有提供兩組USB 3.0 Type-A 跟一組USB 3.2 Type-C 使用彈性算是很不錯的 機殼頂部同樣有大面積的空網 由於是直立式機殼設計的關係 裝機完成後 主機板IO會朝向磁面 按壓剎根後就可以把網孔面移除 觸及主機板IO 左右兩側也是大面積的衝空網 機殼的左邊會成為顯示卡直接進氣的來源 右側則是留給散熱器的進氣 可以安裝到28公分的水冷排 再來看背面的話可以看到電源在下方 上方這裡有磁吸式的防塵濾網 最多可以安裝到兩顆風扇 機殼底下有抽取式的防塵濾網 幫助電源防塵 在它的前、左、右三側都有衝空網 可以從下面鬆開螺絲取下 把它移除後會有更大的安裝空間 它們也都附有防塵濾網 機殼尺寸為53.7公分乘以30公分乘以28公分 總體積來到45.1公升 主打支援MADX的主機板 如果想安裝MADX的主機板 需要將顯示卡的固定器先移除 而顯示卡長度支援部分則來到38公分 如果安裝擋板的話最高為28公分 由於是垂直安裝顯示卡的緣故 下方有提供顯示卡的固定支架 可以利用手動螺絲來配合顯示卡的厚度做調整 最多可容納三槽厚的顯示卡 要容納目前最大的RTX4090顯示卡 毫不費力 機殼內附兩顆風扇 一顆14公分的CT140風扇 在上方 卸除框紅蓋後就可以看到 作為出氣導流使用 另外一顆CT140的風扇是在機殼背後 連接在背板上 最高可以安裝到六顆風扇 分別是頂部的一顆 右側的兩顆 後方的兩顆 跟電源上的一顆 主機板的背面可以安裝風扇排風 也可以作為安裝兩顆3.5吋HDD 或是兩顆2.5吋SSD的空間 支架是可以拆除的 右側在水冷排安裝位置下 有另外兩組SSD的硬碟安裝空間 最多可以安裝到四顆2.5吋SSD 除了兩側都有提供理線加 讓你更好整理你的電源線 在右側面板的內側 有一組支架 可以安裝到28公分的水冷排 卸它的支架 能減化許多過程的障礙 冷排支架下方 只是前文提到的 另外兩顆2.5吋SSD的支架 那電源供應器最長的 可以支援到22公分 先把所有的側板跟當板都卸下 當板卸下後 機殼內部的空間就瞬間變得十分開闊 可以直接看到 右側面板有一塊水冷排的支架 左側則是開放給顯示卡安裝 以下是這次安裝的規格 主機板是ASUSZ590i Gaming WiFi 使用的是Intel i9-11900K的晶片 顯示卡是RLG Strix AMD Ryden RX2650XT 記憶體跟M.2都是Crucial的 吹冷的話是用NZXT的Kraken Elite 240 電源的話是B塊的Dock Power Pro 750W CPU的溫度最高來到了60度 冷視車子的時候非常冷 然後分數來到了1149分 首先輸入它的售價 目前Tower 200的特殊色 通入售價為3590台幣 那基本的黑色跟白色則是3390 如果想要更特別的話可以另外選擇 有單獨販賣的LCD螢幕配件組 這個3.9吋大的螢幕 需搭配與主機板連接的USB 9PIN的線材 但這個螢幕的售價是3590 稍微偏貴 然後搭配自家TT的RGB Plus 2.0的軟體控制 可以顯示系統資訊、時間動畫圖片 甚至即時天氣等等 也支援穿接兩個以上使用 為了Tower 200增加個人光格 Tower 200是台很大的Mini IPX機殼 一是它可以安裝MATX跟RTX4090 另外就是它的容積也很大 一般的ITX可能是在23.5公升以下 但是Tower 200卻是來到了45.1公升 這跟正常的ATX機殼差不多了 Tower 獨特性來自於它是顯示硬體的方式跟外型 中間的LOGO設計是挺亮明的 但是安裝電源的時候是有點卡手 建議先把電源線安裝好再固定電源 最後要再次稱讚了一些工件 由於所有的線材都是可以藏在機殼兩側跟電源倉导 各式擋板安裝蓋上後 視覺上感覺非常的清爽清潔 你們還會想看怎樣的產品開箱呢? 歡迎在留言告訴我們 也麻煩你按讚訂閱我的頻道 讓我們可以改下更多的產品